国家主席习近平29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 习近平赞赏安德鲁王子和英国王室为增进中英友好做出的积极努力 习近平指出 我2015年对英国进行了成功的国事访问 开辟了中英关系黄金时代 当前国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 但中英关系黄金时代继续稳步向前发展 美首相今年初成功访华 两国各领域合作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中方愿同英方继续密切高层互访 办好机制性对话 确保中英关系始终沿着正确轨道 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习近平强调 为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中国将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中国将坚持扩大开放 加强创新领域国际合作 中英加强科技创新合作 有利于实现互利双赢 为两国关系黄金时代注入更多新内涵 安德鲁感谢习近平会见 并转达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 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 习近平表示感谢 并请安德鲁转达对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亲切问候 安德鲁表示 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成功的国事访问 有利推进了英中两国广泛领域的合作 英国高度关注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 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我愿继续致力于加强两国科技 创新产业等领域务实合作 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 推动英中黄金时代取得更大发展 杨洁篪 王毅等参加会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ž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